嗨大家好我是雅雅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目前收集到的15個化妝包的心得 一般人應該不會想說化妝包要買這麼多個 可是真的是因為我就身為一個彩妝YouTuber 我覺得我應該要找到一個最厲害的化妝包 所以呢我從以前到現在就一直還蠻喜歡 就是有機會然後就看到喜歡就買化妝包 那買了這麼多的化妝包呢 我終於知道我自己喜歡什麼樣的化妝包 所以今天我就覺得可以來斷捨離了 首先這第一個化妝包呢 這是我淘寶買的尺寸呢 真的超級無敵大 然後厲害的是它裡面就是可以自己擦一些分層 給大家看一下它是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任意的拔啊 然後再擦你自己想要的隔層 然後這邊呢還有刷具袋的部分 但這一款呢我真的收到就馬上後悔了 因為它的尺寸真的霹靂無敵大 雖然感覺好像很厲害很多隔層 可是又有一點覺得說其實也不需要隔成這樣 就算是你是非常熱愛彩妝的人 你帶東西也不會這麼多 這個尺寸真的是很像是專業彩妝師 然後帶一些東西啊 然後可以整個一排 好像眼影就一整排然後疊上去的那一種 然後它的這個刷具袋啊 然後也是很高的 這是那種真的很傳統的那種刷子尺寸 現在很多都給少女的嘛 都吃比較小一點啊 或者是呢 近似可以用的就是要稍微短一點 稍微短一點點的刷具啊 塞下去呢就幾乎要不見了 好這款我真的覺得是給 專業級的彩妝師可以去購買的 那再來這一個呢 雖然看起來大 但是呢其實比剛剛這個好攜帶非常非常的多 曾經出去要幫別人化妝的時候呢 有帶這一個 把一些可能比較大罐 像粉底液玻璃瓶 如果要帶好幾罐那些就這個就很好裝 然後是硬殼的這樣子 那如果另外一個比較小的彩妝啊 或者是一些小刷子 我可以另外再帶另外一個化妝包 這個情形是我可能出去幫人家化妝 我不確定要用什麼 所以會帶比較多東西 但是呢這個是YSL他們公關品附贈的 所以呢 大家可能也買不到 比較不好意思 只是要提醒一下這個漆皮的這一種化妝包 真的是超級無敵沾指紋的 看起來是蠻噁心噁心的 那如果呢你是屬於彩妝控 你希望可以同時自己用 然後兼顧可以帶刷具啊 然後可以帶一些彩妝品的話 我真的非常推薦這個水乖乖 就非常的好裝 你看呢 它的刷具的袋子非常的多 這邊下面是一層可以裝小物的 然後這邊裝刷具 然後這邊裝刷具 這邊也可以裝各種的長短的刷具 這個呢 我真的是我瘋狂迷刷具的時期 那時候我可能一個眼妝 就像我之前提到我以前一個眼妝 可能都會用個 甚至可以用到十隻刷子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很多刷子 然後那時候呢 出門很多刷具包 它的刷具大概都不夠 然後這個呢 就非常的足夠 真的是可以讓你塞很多刷子 然後另外呢 這邊呢 還有這個化妝包的地方 然後裡面呢 還有兩個小小的內袋 這個尺寸呢 我真的覺得是很不錯的 是屬於那種你比較彩妝控 然後要帶的東西會比較多一點的時候 那時候我非常喜歡這個包 然後如果你是攜帶那種像歐美盤的這種長度呢 它也是非常的足夠都裝得下的 所以呢 這個真的是很推薦給 彩妝扣你自己出門攜帶的一個化妝包 但是呢 如果你是像我就是已經 瘋狂著迷的時期過後 現在有點斷捨離比較簡化產品的時候呢 這個RIVOL BEAUTY的化妝包就非常非常的適合 它的刷具這一邊啊 雖然會可以裝的比較少 但是因為你如果真的不是特別著迷於刷具啊 彩妝這類的話呢 你其實出門並不需要帶那麼多的刷具 像現在呢 我自己帶可能就帶個 五隻啊 六隻啊 就很多了 然後這個就非常的足夠 但是我覺得唯一的缺點就是呢 它的刷具的這一個孔呢 有點大了一點點 如果呢 我的刷具是屬於比較細軟的呢 那我就是要同時擦好幾個 這樣子擦進去才能hold住 如果你的刷具是屬於比較長型的 像我這一個是SOLO的這個大的刷子 那就是有點操過了 就會怕擦到刷毛 那因為呢 後來我都是帶這種尺寸比較小巧的刷子 我都覺得塞起來非常的剛好 然後再來呢 我很喜歡的就是它的分層很簡單 就有時候選擇太多 你反而會覺得很困難 那它分層呢 就直接是分兩個了 我可以很好的分類 例如說你看我的粉餅 就放在這裡 然後大盤眼影放這裡 然後另外這個隔層呢 是我自己黏的 它這個是可以稍微調整的 然後呢 我這邊呢 就放可能是護唇膏啊 一些比較小的東西 這個刷包算是我近期 最常用的一個刷包 但是我覺得很唯一的可惜一點 就是它這個粉紅色比較是冷粉色的 會希望有沒有像裸色啊 或是暖色調一點的 然後雖然它的尺寸呢 也是可以放入 例如說這一盤的歐美盤 但是呢 就變成說 這樣子你的分隔就無效了 因為它要直接橫跨整個包包 如果以一般的喜歡彩妝 但是沒有到那麼瘋狂的人的話呢 就像我可能戴一個底妝啊 戴一盤眼影一塊腮紅的人 你不用戴很多個的話呢 這個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尺寸 稍微有點立體度呢 可是又不是那麼硬的 又不至於非常硬非常佔空間 而且呢 因為它有這樣子兩個的隔層 你就是大致分類 你東西就不會整個在裡面啊 搅來搅去 那說到呢 自己出門旅行會帶的化妝包 我一定要講一個 很久以前 我非常喜歡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出了這個 無印良品 他們家的這個化妝包 這個格式現在都沒有了 不知道為什麼 我以前非常非常的矮 因為它的風格也是很棒的 例如說 好這個是刷具嘛 還有這個 它旁邊 是這種有幾個方塊 但是很適合 例如說日系眼影 或是腮紅的尺寸 很剛好 然後呢 它其實中間啊 你看到這邊有一個扣子 它本來還有一個那種網狀的袋 可以夾在這裡 所以呢 等於說各個尺寸 然後你都可以 然後就拉起來 這個化妝包超方便 不知道為什麼後來沒有出 這個是屬於我剛 剛踏入彩妝 東西沒有這麼多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用這個 非常的足夠 後來他們出的這個化妝包 好像都沒有這麼完美的分隔 所以這個真的很可惜 那再來呢 像類似這種格局的 其實我還有一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 熊熊找不到 就是是Kieplin他們家的這個筆帶 它的格式其實也是非常像這個 就是呢 你一邊可以插很多這種 一格格 它其實是插筆的 所以呢 它的這個空隙啊 會比這個都還要再小 對我來說 如果的話 刷具是屬於細細的 然後就非常喜歡 非常方便 只是呢 它的尺寸可能就只有它的三分之二 然後又再更淺一點點 如果呢 你是屬於那種 剛踏入彩妝 東西還比較少的時候呢 那個也是還蠻不錯的化妝包 就是有點類似無印良品這樣子 雖然沒有那麼多的分層 然後講到Kieplin呢 其實我也有買他們這個 其實它不算化妝包 但是它是一個多功能的袋子 它這樣打開呢 裡面呢會有兩個大分層 然後中間呢再有一個拉鍊的 拉開 然後呢它雖然軟趴趴的 可是呢它的比例分配就可以讓它站著 這個我覺得也是屬於算還蠻不錯的一個化妝包 而且呢 我很喜歡的就是它這樣子可以一次打開 你就可以馬上看到兩個是開的 然後你如果很怕小東西掉就放在中間這個 不過呢這個我是把它當成袋中收納的袋子 就是我放一些可能補妝的小物啊 然後護手霜啊 鑰匙等等的 因為呢我會覺得它真的太薄了 過於軟趴趴 我自己會覺得東西放在裡面有一點點擔心 但是呢如果以出門帶幾樣補妝的產品 跟一些什麼鑰匙啊 隨身的小物的話呢 這個袋子算也是蠻不錯的 至少是非常的輕軟 非常適合放在袋子裡面 你裝多少東西它就有多少的厚度 它不會就是本身就自帶很厚的厚度 來佔你包包的空間 那接下來呢我再分享兩個 這個是淘寶買的化妝包 我記得也是霹靂5D便宜的 但是呢我覺得真的很不錯 因為它做工還蠻好 然後材質也是屬於有點偏厚 感覺是有點防潑水 然後呢這邊是皮的袋子 然後這樣子打開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是旁邊有這種加膏的設計 很好放 然後裡面呢就是一層有這個伸縮的袋子 然後呢一邊呢是可以擦一個一個的 唇膏啊一些小東西 然後呢它裡面呢是有一點點厚度的 然後是網狀 這個化妝包也是我非常常用 搭配剛剛這個Revo Beauty的 因為呢我會把 例如說化妝品就放這邊 然後比較大 例如說像髮油啊會帶出門 要出門過夜的時候一些 可能洗臉還是什麼東西 因為呢它其實有分這兩個尺寸 可是呢這個小的尺寸 我雖然很喜歡它的這個手感 然後裡面分成也是一模模一樣樣 可是呢這個尺寸啊 我如果例如說 我不是每一個東西都一定有這種小贈品啊 或者是小莫術的 所以常常就是說正常尺寸的 我就塞不下這個包 例如說你看像你的乳液 如果是正常尺寸的 這一個呢真的就塞不下去 但是塞這個呢就非常剛好 很多保養的正常尺寸都塞得下這個包 然後另外呢它這個小的尺寸我覺得比較適合那種 你可能出門補妝用你就可以簡單的塞個粉餅啊 唇彩 如果你的補妝小物是屬於東西比較多的話 然後說到補妝小物呢 還有另外這個也是淘寶買的 我姐也不小心買了兩個就送我一個 現在好像常見是這種 這邊有一個很像是鐵片 然後你一壓下去就會打開的 然後我姐很愛它 她覺得拿來裝這個補妝的東西很適合 可是我自己也沒有這麼的認同 因為你看像一個粉餅塞下去頭就露出來了啊 那幹嘛呢 就是它連一個粉餅都塞不下去的話呢 我真的就沒有那麼的喜歡 然後呢它的空間就不合理 我覺得它呢比較適合放其他的 你出門期待的小物 例如說呢像這種小小的護手霜啊 然後吸油面子的那一類的 如果是粉餅類的根本就塞不下 如果是眉筆類的也一樣塞不下 就是太常弄出來 如果是補妝的話呢像這個尺寸就很適合 你看很好的完整的塞下整個粉餅 然後呢長到淘寶的化妝寶 其實呢我還有買這兩個 因為我真的覺得這個好漂亮的這個絨布 然後上面有一個 可愛可愛的星星點綴的 你不覺得這個感覺質感很好 重點是我記得價格也非常的實惠 然後你看它還有這個吊飾也是用星星的 非常的夢幻 只是呢我收到的時候發現 它真的尺寸太大了 尺寸大其實沒關係 可是我覺得另外一個重點 就在於說它裡面是完全沒有分層的 就你至少也給我分個一層吧 這樣子呢我東西會覺得 比較不會一直在裡面自己打架啊 自己撞在一起 然後它自己的這個刷袋的部分 也是屬於那種比較長啊 比較深一點點的 那我現在的刷具常常都是小小矮矮的 那我就覺得裝在裡面沒有這麼的適合 然後呢它就算雖然的大 但是也是屬於那種很軟綿綿的 沒有一個稍微的挺度 我覺得這一看我就覺得沒有這麼的好用 可是它的外包真的很漂亮 又很便宜 看起來真的很像就是女孩們的夢幻化妝包 然後呢這個好像是兩個不同的尺寸 厚度稍微不一樣 然後我真的就是實驗性質的想說 那我都要搜集看看 我想看它本人到底怎麼樣 然後這個是另外一個再大號一點的尺寸 看起來就是大一點點而已 可是呢比較厚一些 然後它裡面呢可以加夠像這個 叫什麼洗漱袋喔 就是呢它是可以帶去可能廁所啊 然後東西裝在裡面 會防噴水的這樣 可是呢我自己是覺得 我就算是出去住 好像也沒有需要到帶這種東西耶 我覺得甚至比較適合 例如說像露營什麼的 然後你的可能內褲啊等等的 可以先塞在這裡 然後還有你要自己攜帶什麼 洗髮啊沐浴的那些的話呢 可能就比較需要比較大的這種防水的袋子 飯店啊旅館啊 廁所裡面就可以洗了嘛 就是有一些沐浴的基本產品 就不需要帶到那麼大袋 然後呢它還有另外一種形式是像這個 也是非常可愛 就是外面有一層防水 然後裡面的絨布就是跟這個一模一樣 就是絨布加上金色的形形 超級夢幻的 它的尺寸呢跟剛剛這個其實差不多 一樣就是也是很多正常尺寸的東西 塞不下去 覺得稍微比較挺一點 然後開口就沒有那麼的開 我就覺得嗯比較喜歡那種 你看你原本這樣子 然後你一打開它就整個敞開 你就覺得好好拿喔 還是這種設計是比較人性化 是比較好使用的 這個呢真的就是有一點點 裝飾性質比較多 那另外呢還有像這種硬殼的化妝包 這個也是算蠻常見的嘛 這個呢我之前也是蠻常使用 在我還沒有這一款的時候呢 我會拿它來裝我的一些出門用的保養 然後呢因為它打開啊 也是有旁邊這個加膏設計 是非常的好開 但是呢因為它是屬於硬的嘛 所以呢你的東西你就會覺得 稍微不合尺寸也沒有辦法撐一下 就是空間比較瘦陷一點 但是呢保護性很好 如果呢你是東西很怕壓的話呢 這個真的還蠻實用的 這個是我買Pokey加購的 然後這個好像不知道什麼的贈品 那最後呢要分享這個是我在國外網站買的 喔螢幕上看起來超亮紅的 但是現實中看我覺得就是一個 Hello Kitty的那種紅 然後呢它是有點太空棉的設計 還蠻大一個我記得它有分不同的尺寸 然後呢它還蠻貼心的就是它裡面 還有出另外的這種網狀袋 也是非常的厚實 然後有個黏黏的 你可以黏在它這個裡面 跟它附在一起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這個是 感覺是可以裝刷具的 如果你不介意刷具疊在一起 就是直接放在裡面 然後就可以裝刷子 然後另外呢它裡面還有這個 分層 跟這個小小的這個擦的地方 其實呢這個也不擦 我也覺得它算做的還蠻用心的 只是說如果說以化妝品來說 你看我這樣子打開 就會覺得好像要這樣子打開來 然後挖東西 可是呢如果像這種開放式的 你就可以直接打開 然後東西就很好拿 就是那種感覺不一樣 所以說真的這個我可能會是 沒有什麼在使用 是不是可以裝內衣啊之類的 變成說旅行的這個分層 在行李箱裡面來分類一些東西 應該也算還蠻不錯用的 但是呢不是屬於我會想要拿來裝化妝品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化妝包分享 我覺得我跟大家總結一下 我會斷捨離哪些 像Revo Beauty這個我一定會留嘛 然後淘寶這個夢幻的化妝包 我也會斷捨離 加上它裡面的這個另外一個尺寸啊 這種透明的這些 我真的都用不到 這也會斷捨離 很美的小絨布袋袋 這個我真的也用不到 我可能還給姐姐了 還有這個最巨無霸的這個是 真的是彩妝師會用的化妝包 然後這個呢我會斷捨離 我已經兩品這個已經絕版了 所以我覺得好像很難得 我就先留著 然後這兩個硬殼包其實是非常類似 那我就留這個尺寸比較大一點 比較可愛的這個Pokey 那這兩個化妝包雖然我提到說 這個尺寸真的放一些 這洗臉的一些產品啊 比較適合 但是呢這個呢我也覺得 有點捨不得 就它顏色很漂亮一點灰藍色的 然後呢又很喜歡它這個開的方式 覺得實在是太人性化太好掌握了 所以呢我還是可以留著 放一些小東西啊 或是之後我如果補妝產品 真的比較多的話 也是可以放在裡面 然後這個YSL Ink的這個 我覺得我也會留著 如果我要去幫別人化妝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尺寸對我來說就很足夠 因為我不是要幫很多人化妝 我不用到剛剛那個 那麼專業的化妝包 然後這個呢就是我現在如果 水深攜帶大包的話 會用的一個裡面的小袋分層 所以這個也會留著 這個水乖乖呢 我是真的非常的推薦 但是呢現在對我來說 我也已經不需要這麼大 這麼多刷袋的一個地方的化妝包 我要很心痛的說我可能不會留它 但是如果你是比較 重度刷具控彩妝控的人呢 這個是還蠻不錯的 然後再來呢這一個呢是 我雖然沒有用 但是我有點捨不得斷捨離 因為呢我記得那時候買的時候 也不是屬於那種超平價的 覺得好像很好用 但是又不知道要用什麼 應該會留著 可能以後可以出國的時候呢 要分類比較多東西的話呢 應該可以用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化妝包分享 謝謝大家陪我一起碎碎唸 然後端舍離 然後希望呢這個影片呢 對大家有幫助 其實這些東西呢 像我說淘寶買的 你去淘寶搜尋化妝包 馬上就跑出來了 因為我都是買那種比較多人買的 所以呢其實不難找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見 Bye